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木基隆Extra 我要測試的是奧丁的壓血的一個使用方式 由於你要帶打BOSS的關卡要壓血比較困難 所以我通常我在使用的方式是在BOSS前一關做壓血的動作 現在為大家來做一下我的打法的一個示範 首先全體攻擊是一定不行的 因為我們一定要做單體攻擊 像這樣的話血量我在控制就很好控制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消雜豬 因為血量我已經算過了 所以我知道我攻擊力大概是多少 接下來因為我的血量還有4 4 3 4 這邊一隻攻擊是12 6 5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好應該是沒有問題 只是怕攻擊力太大把另外一隻吹掉 我要打這隻 差不多有沒有 這樣血量就可以控制到169 心臟快跳出來 好我們來做他的最後一擊 應該是這樣就夠了 非常好 在我的預計內 好這樣我們在打到BOSS的關卡的時候 就可以血量達到奧丁幾乎剩下 最好是剩下一滴血 但是這個太難了 因為我算過我血量i3下 而且剛才運氣很好 遇到的關卡小魔女都是CD2的 所以比較好控制 其實CD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三隻都CD就沒辦法 你最多只能可能一隻CD1吧 所以這也是要一點運氣的成分啦 那接下來我這一局就可以直接爆發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儲租了 活不死都來 因為我這隻才17級而已 這像奧丁的絕地逢生 這樣就可以達到最高的輸出攻擊力 當然這時候也要看你的轉租技巧啦 我們來看一下齁 1 2 3 4 5 1 2 3 好像沒辦法太多COMBO 因為我的功力可能就這樣吧 好可以看到 王就瞬間秒殺了 有到40 喔漂亮喔 掉卡片 哈哈 四十幾萬左右的攻擊力 以上 這個打法就是我使用 雙北歐加奧丁的一個壓血方式 給大家參考 這種使用方式是應該是比較保險的 因為如果在BOSS的關卡去做壓血 風險太大了 那以上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